相信大家都很熟悉2014年中国好声音出道的周深 不过毕竟他刚出道 周深的名气也不是很大 直到他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大鱼》才为人所知 因为他独特的音乐能力 直到现在周深都是一个一直对音乐充满着热爱的歌手 因为他的坚持不懈也吸引了很多粉丝 因为周深非常低调和努力 不过有些粉丝其实是通过综艺节目熟悉周深的 那就是《青春环游记2》 通过这个综艺节目 一些不喜欢音乐的观众喜欢上了这位歌手 不仅仅是因为周深的不做作和可爱 更是因为周深随和的性格 至于现在的周深大家都很清楚 他不仅参加了很多歌曲的综艺节目 还参加了很多晚会 可以说周深绝对是乐坛的顶级歌手 近日周深工作室还拿出了周深的商务照 从复文可以看出 这是周深工作时间休息玩手机的抓拍 不过有一张照片却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另一张照片显示 周深在书桌前玩手机 看起来周深仍然很专注 但是他旁边的保温杯很明显 因为他很熟悉 据报道 这个杯子实际上是2019年粉丝送给周深的 2020年周深一直和他在一个舞台上 然而没想到 这都2021年了 这个保温杯还在 可见周深真的是一个念旧的人了 而且这也看出了周深的人品 并不仅仅是性格随和 而且十分的感性甚至念旧 随着保温杯的争议之后 再次观看周深 又发现了他的一个优点 那就是虫粉 8月20号 周深晒出了一张五牌打游戏的截图 并呼吁大家 可以给他PS一个MVP 然而可以看到的是 评论量 点击量 转发量都破了百万 这可是真真实实的数据 当点开周深的评论区后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周深一直都在和粉丝们互动 几乎看到有趣的评论 周深都会和大家聊天 调侃 试想 这样一位对粉丝送给自己的保温杯 几年都不舍的人 甚至还和粉丝能打成一片的明星 在整个娱乐圈几乎都少见 也难怪周深会深受观众和歌迷的喜欢了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近段时间 周深的粉丝已经突破了700万 通过周深暴露的人品 不得不说 这700万他值得拥有 和一些几千万粉丝 却不作为的明星相比 周深真的算的是人间真实了 最近周深在节目中采访的时候 谈到了自己在乌克兰学习牙医时候的经历 真的是一把心酸一把泪 周深他说 他之前是学习牙科的 是在乌克兰学习的 每天都在考试 每天考试后都挂科 开始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是不是彻底的不太对 所以后面就想咬牙 一跺脚就去考了音乐学院 然后就考上了 周深他说 因为自己之前是学习牙科的 他的老师也很好奇 一个学习牙医的 为什么回来考音乐学院 周深的回答是 因为他学不下去了 然后那个老师就凶周深 你觉得音乐是这么好学的吗 然后在周深唱完了以后 那个老师就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说道 可以 你来读吧 周深说 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嗓子 会对大家来说 比一般男生要细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吸引了一下老师的耳朵 周深的这段采访 真的是将谦虚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嗓音 不是比别的男生细一些 而是比别的男生细很多 真的是太谦虚了 也是学习牙医的这次特殊经历 然后让周深 在学习音乐的路上 更加的努力 更加的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 他也开始从学习音乐 开始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一生 周深和粉丝的互动 也是非常有趣的 经常也都是相爱相杀的场景 周深再说 因为之前给粉丝 给他写信的时候 有的粉丝可能会写 七八张A4那种纸 周深就在采访里面 给自己的粉丝说 写短一点 然后他们真的很听话 有一次大概很大一张纸 然后上面就写了四句话在左上角 然后周深又在提醒大家 在写的时候要节约用纸 因为每一张纸都是一棵大树 随着周深在音乐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他的粉丝也开始越来越多 现在全网也已经有千万粉丝 大家喜欢的不仅是周深的音乐 周深的嗓音 还喜欢他幽默风趣的性格 随着周深的大火 他的事业也一直水涨船高 不仅仅在电影 电视剧 动漫之中的歌曲演唱 已经数不胜数 在各大舞台 也是不断地演出 央视的舞台 各大卫视的舞台 也都是到处演出 真的是用声音感染着每一个人 周深在综艺上的天赋 也很不一般 参加的综艺节目也不在少数 明星大侦探 创造营 明日之子 青春环游记 王牌对王牌 向往的生活等等 一系列的各种综艺 他都是有参加的 而且在综艺节目中 他幽默有趣的性格 也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小编最喜欢周深 在青春环游记里面的样子 真的是可爱又逗逼 大家最喜欢周深的 哪一首音乐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